俄军发动总攻击壮观场面 俄军火箭炮阵列密集轰击 成千上万发火箭弹打尽 亚素营最后据点马里乌波尔钢铁厂 一般火箭炮一个基础 就是五次骑射的弹药量 一个火箭炮旅有大约三至四个火箭炮营 大约40-50度门火箭炮 一个旅五次骑射 至少就是数千发以上火箭弹打击 现在马里乌波尔乌军主要阵地 就只剩下了两个工厂区和港口区 这个区域已经没有居民 俄军可以放开全部火力进行密集打击 估计俄军远程炮兵和火箭炮部队 对乌军守军的火力打击还会在持续几天 才会发动全面步兵突击 不完全摧毁这两个工厂区大部分建筑 乌军就一定会依托残垣断壁进行抵抗 俄军炮兵很有可能要彻底诈平这两个工厂区 俄军禁卫步兵特种部队 以及海军陆战队盾灭滋克步兵 车臣武装才会进入展开地面战 倾角参与乌军守军